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民主政治 我可以講八個字 第一個兩個字就是去習 你首先要請習下去 然後打破目前的這個僵局 然後接著就是非共 就是打破中國共產黨49年以來的 這個70年的壟斷地位 第三就是說變革 變革而不是改革 就是說現在就是一套極權體制 而不是威權 威權它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 但是極權是不可能做到改變的 因此它就必須是廢棄這套制度 還有兩個種和平 就我這樣的人是有原罪的 曾經也有人問過我 說紅二代究竟是要放棄特權 還是放棄政權 那麼我不敢說是所有的紅二代 都是一個想法 這群人不是鐵板一塊的 常秦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他把這個分成了三類 這個三大類呢 我基本上還是認可 有相當一批的紅二代認為就是 我們過去的特權說明 中國共產黨人 父輩的這種目標並沒有真正實現 他仍然是在奪取政權以後 建立一個等級特權的一個社會 所以這不是我們父母當初 就是跟著共產黨去搞那個暴力革命吧 這個打仗 就是要流血犧牲 這不是父母自己真正的一個追求目標 他是跟當初父母參加 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初衷是完全違背的 如果要講初心的話 這完全不是初心 這是背叛 父母他們追求的目標 就是希望最終能達到主權在民 主權還民 這個國家是一個現代民主法治自由的國家 所以覺得父母的地段還沒有做到 這個目標沒有做到 那麼我們作為子女來講 是應該有責任來推進中國的進步 來把父母沒有實現的完成的任務 我們能不能盡我們的力量來推動 有一批紅二孩子 跟我的想法是一樣一樣的 而且他們在語言表達上比我說的還更決絕 確實有些人認為中共在底層的民眾當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去支持他的 其實這個底層的民眾要進行分析 什麼問題呢 首先我們來看 底層民眾有相當多數的人 他是沒有發聲能力的 他沒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對於現在這種極權暴政的統治 表達不滿是什麼 忍受啊忍受 忍到實在忍不下去了 他就是一個就是本能的一種反抗 前幾年的大城市驅趕低端人群的 在北京的郊區驅趕了幾十萬人走 大冬天把人家驅趕出去 這些個民眾你後來看到他有聲音嗎 他沒有聲音 所以我們講一大批的底層人民 發不出聲音來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現在的有些個宣傳和報導 我不認為它是客觀公正的 因為有些東西它是各區所需 就是按照自己所預定的結論 去尋找材料 寫出一個東西來 我對有一個文章是很質疑的 據說哈佛大學有一個學院的院長 他寫說中國有93%的人 民眾對中國的現在的這個制度和中國的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那個領導和統治是很滿意的 我就想問問這個93%的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 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最真實的情況在國內的微信上是沒辦法傳開的 而像這些東西在國內是暢通無阻 這我認為是帶有相當欺騙性的東西 第三點 我覺得中國的這種傳統文化幾千年 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 地質文化 小農經濟的文化 地質文化和小農經濟文化它有兩個東西是很粗粗的 第一點就是對權力的崇拜感和恐懼感是加在一塊的 就是說你有權我羡慕你 同時我也很害怕你知道就是一個維權的老百姓 這不過有權的人 這就是小農經濟這個傳統幾千年的文化說造成 到現在這樣的狀況有沒有 仍然是有的 就是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 你不會出來說話 還有點就是斯德格爾摩的綜合症 為什麼 我們講說對於底層的民眾來講 知識是有限的 信息也是有限的 他對社會的感受 他只能憑他切身的感覺來講 他達不到那種理性的認識去思考更深的問題 所以這種東西他看不到說知識 就是制度的不公正 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他的那麼多痛苦 他看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的希望就是明君清官 只要你對我好一點我就感恩戴德 他們痛恨的是暴君和昏君 那麼因此這種情況下呢 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的促進改變 但是我不可能獲得根本的制度上的保障 人權的平等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的 他要想做到安居樂業 也是做不到那完全看就是當官的遇者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希望中國能夠走過這個坎 就是使中國的專制 傳統的專制極權政治走向現代的 憲政民主自由民主 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他自身的人權 就是得到人權的保障 就是得到人權的保障 這是我的一個心願 我希望大家看那能力 也都可以回答 這是一個分別 第一次認真 感谢观看